我认识葛旺平董事长非常久的时间 应该是就在欧莱德成立之初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常常来参加工业局或环保署 很多的跟环境有序方面的课程 他总是默默地坐在后面 非常勤奋地记得笔记 所以这是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印象深刻的记忆 那么欧莱德这个公司从开始创立之初 也经历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 不过一路的坚持 我们看到非常清楚地建立在绿色环境永续 社会永续的坚持 这一路走来 我们看到欧莱德不断地推陈出新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欧莱德的产品 也推荐了欧莱德的产品 当时我最主要推荐的一个目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牌 它应该值得台湾人更多的肯定跟支持 欧莱德给我的印象就是小 其实可以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欧莱德应该是全世界 环境永续的品牌当中一个 无人可以比名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来自台湾 一个从小开始做起的永续品牌 能够宏图大展 因为它必须成功 它的使命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它必须用成功 来证明给全世界所有的企业 永续的品牌 仍然是可以获利 同时永续长存